你有人力需求,需要申请外劳吗? 以往必须找到人力中介公司,进行外籍劳工的媒介已经行之有年, 但是经过政府单位审慎评估及劳委会长期的规划, 为了减轻外籍劳工来台工作费用的负担, 并且简化雇主选工流程及缩短时效, 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建制直接聘雇跨国选工管理服务网络系统, 透过网络系统与东南亚各国提供的外籍劳工资料库媒合, 提供雇主直接线上选工的便利方式, 让外籍劳工可以透过雇主以直接聘雇的方式引进来台工作。 这个业务是应该由职聘中心来下去做一个申办的动作, 那目前了解职聘中心那边来讲说是1月1号开始, 在他的网站上面有一个系统叫做选工系统, 然后可以供雇主来做一个申请, 但是这只是局限在泰国劳工部分, 目前印尼跟越南还没有。 那有关于雇主如果说外劳申请期满了之后, 那如果雇主觉得这外劳不错的话, 雇主其实可以用职聘的方式再重新聘雇这名外劳, 但是这个手续还是要透过职聘中心下去申办。 那详细的规定还是一些内容, 你们可以直接上职聘中心的网站去查询这样子。 有外籍劳工需求的雇主可以透过劳友会的网站, 经过简便的流程操作与步骤的执行, 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圆满解决人力需求的空窗期, 只是必须由雇主亲自申办出次招募, 或入国引进许可函才能透过网络系统进行聘雇, 我认中介代办的案件系统是无法受理的。 东台新闻张家为台中报导。